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是以西节书的第36章 以西节书的第36章比较长 总共有38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以色列全地及以色列全家 必在蒙福和复兴 我们来把这一章分下堕落 我们将它分成两大段 第一段是1到21节 以色列全地必在蒙神赐福 第二段是22节到38节 以色列家必蒙神赐福并复兴 由于以西节书36章比较长 我们也是将它的内容分成两天来读 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它的第一段 1到21节 我们为这一大段所选的要节 是8到11节 经文这样说 以色列山哪 你必发之条 为我的民以色列结果子 因为他们快要来到 看哪 我是帮助你的 也必向你转意 使你得以耕种 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 在你上面增多 成义有人居住 荒场在被建造 我必使人和牲畜 在你上面加增 他们必生养众多 我要使你 照旧有人居住 并要赐福于你 比先前更多 你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必使人 就是我的民以色列 行在你上面 他们必得你为业 你也不再使他们上子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读完了前一章 以西节书的第35章 这章的内容是在讲 神界先知的口 向住在西尔山的以东人 宣告刑罚和审判 第35章的内容 已经讲到了外邦的仇敌 其中就包括以东人 如何觊觎神子民 从神所得的产业之地 以东人向着以色列人 怀着永远的仇恨 这仇恨是从雅各的哥哥 以嫂开始 他们尤其在以色列百姓 遭灾受难的时候 协助仇敌去检除 并杀害神的百姓 这一切的行径 都令神十分的憎恨 读到36章 神使先知所发出的预言 就开始正式的引入到 33章到48章的主题 属神子民的一切 都将从神那里 得到赐福 更新和复兴 第36章重点讲的 就是以色列的地和以色列民 到了37章 就又继续的在讲 神的子民 所以36章所含有的信息 在整卷书中 非常的重要 大家在读经的时候 请注意 当读到本章的第一段 一节到二十一节的时候 请去结合 以细节书的第六章来读 而当读它的后一半 二十二节到三十八节的时候 就请去结合 一粒米书 三十一章的内容来读 这样互为参考 就可以更加的明白 神借着不同的先知 所要达成的同样的心意 我们先来看一下本章的第一大段 一节到二十一节 这一段所讲的是 神要赐福以色列地 让以色列地蒙眷顾 得恢复 经历复兴的恩典 由于这一段落也不短 我们就不妨将它也分成三个小段 我们先看第一个小段 一到七节 主耶和华神曾借着外邦的仇敌 使神子民的地变为荒凉 但神表示 将不会再让以色列地蒙受 那由外邦人给他带来的羞辱 第一节的经文 大家可以去参考六章的一节二节 因为本章关于地的内容 是与第六章的信息遥遥呼应的 只不过在第六章中 神将以色列地作为 先知所发出的预言的攻击的对象 但在本章中 以色列地确实要蒙福 以色列的地曾经成为了 神界先知所发出的 被预言攻击的对象 是因为以色列家 在以色列的纵山 高纲 大山小山 山谷当中 犯罪 败偶像 得罪神 而造成的 他们因犯罪 才使得自己所生活的土地 遭到咒诅 以及神容许仇敌 所带来的刑罚 但如今 荒凉的时日已满 神要重新赐福 以色列家 这赐福就要从 神子民要住的地开始 第一节 主界先知 向以色列纵山所说的话 显然还有着拟人化的成分 神透过先知 说 以色列山 要听耶和华的话 以色列的纵山岭 能有耳朵 听耶和华的话吗 从表面上 好像不能 但实际上 却是能 因为外有都服在 造他们的主的权柄之下 大家看到第二节 还有接下去的第五节 经文中信息的内容 是不是很熟悉 因为在这里 神是借着先知 引用了仇敌所说过的话 大家可以看 前一章 第三十五章的第十节 当神的子民 被神借仇敌 加以惩治的时候 外邦人 这其中就包括以东人 便得意忘形地 宣告说 啊哈 这永久的山岗 都归我们为业了 大家也可以参考 前一章 第三十五章的第十二节 接着三节四节 神是命令先知 发预言 要让以色列的纵山 想起被惩治的经历 神曾容许以色列的仇敌 来侵占以色列圣帝 敌人曾使圣帝荒凉 并在他的四围吞吃 其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圣帝 归于外邦人为产业 当圣帝遭灾受难的时候 那多嘴多舌的人 一提起以色列帝 便充满了嘲讽和讥笑 就连神自己的百姓也说 以色列帝已经有了臭名 在列邦之中不受尊重 当神的仇敌 使圣帝变为荒凉 并在四围加以吞吃的时候 第四节 神就再提醒以色列山 要听神的话 在以往荒凉的日子里 以色列的大山小岗 水沟山谷 荒废之地 背弃之城 通通被四围的外邦人 所霸占 仇敌一边在神子民 原有的土地上住着 一边在挖苦 谩骂并击刺 大家可以参考 伊利米书33章24节 生命纪28章37节 伊利米埃哥2章15节 还有诗篇79篇4节 伊利米书48章27节 当二节到四节 神像以色列帝回顾了 他被仇敌侵占 所经历到的惨痛遭遇 于是五节到七节 神便接着 告诉以色列帝 他真实的态度和情绪 是怎样的 简单的说 主耶和华神表明 他并不是与 色列家的仇敌一伙的 当神子民的帝 遭到践踏的时候 经文说 主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 我真发愤恨如火 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 和以东的众人 他们快乐满怀 心存仇恨 将我的帝 归自己为业 又看为 背弃的略物 大家可以参考 二十五章的 十二到十四节 还有三十五章的 一到二节 以及第十节 和十二节 主既然 向那外邦的仇敌 包括以东人 怀着愤恨 并且还发出了责备 这就表明 神惩治 那践踏以色列帝的仇敌的时候 即将来到 第六节 第七节 神借着先知 果然预言到这一点 经文说 所以你要指着 以色列帝说预言 对大山小刚 水沟商谷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发愤恨和愤怒 说 因你们长寿 外邦的羞辱 第七节又说 所以我启示说 你们四围的外邦人 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 大家可以参考 前面 三十四章的第二十九节 神子民周边的外邦人 曾使神的子民受到苦害 他们又任意地践踏以色列帝 他们使神子民产业的帝 大大蒙羞 但同样的 我们在讲到前面三十五章 第十五节的时候 提到过 旧约预言信息当中 有一个重要的观念 那便是报复法 那初的经文说 你怎样 因以色列家的地业荒凉而喜乐 我必照你所行的 代你 同样 在本小段中 六节七节讲到 以色列帝 曾受外邦人的羞辱 于是神便启示说 你们四围的外邦人 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 神为了强调 自己说话的肯定性 说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所以我们在读 一节到七节的时候 大家结合着 前面的第六章 便可以知道 从前 神的子民在以色列的 大山小岗 水沟山谷 拜偶像 行邪淫 犯罪得罪神 神便命令先知 面向以色列的纵山 来发预言 攻击他们 当神子民的地 因神子民 遭受惩治 而变为荒凉的时候 仇敌一心 想要永远霸占 以色列地 为自己的产业 但这不是神的计划 时候到了 神就要向那恶待以色列地和人民的四维的列邦发愤恨 他们当中就有第35章所提到的以东人 这些外邦曾经使神的土地蒙受极大的羞辱 如今神审判的时候来到 神就必会使那些四维的外邦人担当羞辱 这就显明了神对以色列地和以色列家的慈爱 也显明了他对以色列地四维列邦的公义和愤怒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段中的第二小段 第八节到第十五节 神借着这段信息清楚的告诉以色列地 神要让更新和复兴临到神子民的地 本段的经文非常的美 神是透过先知法预言来强调 以色列地与住在气上的被神领回的以色列民 之间的和谐美好的关系 也就是表示说 当神的子民被神从列邦领回来以后 神子民所生活的土地会为神的子民大大效力 大家注意第八节 预言就以古武的口吻在告诉以色列的山 说以色列山啊 你必发枝条 为我的民以色列结果子 因为他们快要来到 以色列人将重新成为这土地上的主人 神告诉以色列山要以快乐的心情 及结果子的行为来迎接土地主人的回归 第九节神又宣告说 看啊 我是帮助你的 也必向你转移 这是在暗示第六章的内容 神曾经让先知发预言来攻击以色列地 神的地一遭到神借先知所发预言的攻击 地就必变为荒凉 因为会有刀剑临到 大家注意第六章的第三节和十四节 可是如今神说 他已经向以色列地转移 不再发命令攻击以色列地 而是要成为以色列地的帮助者 神怎么帮助以色列地呢 经文说 使你得以耕种 土地要为神的子民效力了 不但他山上的树会结出果子 他的地土也将被耕种 收获无骨 十节和十一节 预言是论道 住在被神赐服土地上的人民 以及牲畜的光景 大家留意 可以于前面二十九章十二节到十四节 论到埃及人的话 做一下比较 你就会发现当神让自己的子民回归以色列 神就应许 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 诚意有人居住 荒场再被建造 这就令我们想象得到 当神的子民回归的时候 由于人数众多 以至于很多地方都不够他们来居住 到那个时候 原本无人的诚意又住满了人 那久已成为荒场的又重新被建造了 神接着说 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 他们必生养众多 人和牲畜一旦增多 向来都是神赐服于人的标志 神还应许道 我要使你照旧有人居住 并要赐服于你比先前更多 当以色列家的人畜增多 别说人了 就连在此处 那要听神话的土地 都将知道一个伟大的事实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连以色列的土地都会知道 他们所经历的这一切恢复和复兴的事 是出于神伟大的赐福 第12节到第15节 预言的信息仍旧是在讲 那住在被神赐服土地上的人民 神说要让自己的子民 行在他们得产业的地上 神的子民与他们脚下的地 乃是地的主人与自己产业之间的关系 他们与自己脚下的土地 不会再有冲突 而这冲突很明显的 是反映在属灵方面的 大家在以往读圣经就可以知道 以色列人一旦犯罪 他们与自己脚下的土地便会为敌 土地不再承载他们 也不再为他们效力 甚至土地会让人上子 或是像13节14节所说的 将住在上面的人吞吃 12节所提的上子的话 大家不妨去读一下民述记 16章第31节 另外还有列王纪上 16章34节 民书记的经文是提到 地开口吞了可拉一党 以及大滩雅比兰这些叛逆的人 而列王纪上的经文是讲到 不利恒人西伊勒 不听约书亚所讲过的话 他去重修耶利哥城 结果立根基的时候 上吊长子雅比兰 安门的时候上吊次子西哥 这样的势力可以帮我们明白 当神的子民犯罪 他们与自己脚下的土地的关系 就一定不会和谐 土地会让人丧命 甚至使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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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